北大公園内最近相当热闹 健保署在新竹举办了 走过二二迈向未来 珍爱健保到丁丁活动 汇集了许多一届重量级人士 一起庆祝台湾健保的22岁生日 很多的民众都知道 我们新台湾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国家 因为全民健保 可以提供给他们最多的服务 而且降低家庭的负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政策 那84年到现在 已经有这个二十几年的时间 我想国人受惠很多 那我相信这一些医疗的院所 陆续的投入更多的资源 我们整个大新竹地区 包括了苗栗的市民县民 都可以有最好的医疗服务品质 鸣笛声响起 大家一起迈步向前走 整个活动除了健走 还有许多闯关游戏 希望让民众更加认识分级医疗 以及这项政策的好处 那在健保署本身要推这个制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背景是 我们觉得在整个台湾的医疗生态 我们要怎么样落实分级医疗 跟推动双向转整的一个概念是说 因为其实很多病人的病 他当然就说 也许常不知道这是大病还是小病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们假如触病好疑书 想哭好病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触病的好医疗 可以帮我们做健康的把关 假如真的需要到那个大医院 去利用大医院的设备 做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 我们是希望以这个方向 再做这样的一个台湾医疗的规划 在我们新竹市 从我们的基层的医疗院所 我们的诊所 开始对于我们社区的民众 提供各项的医疗保健的服务 当然也一方面 让医疗的资源有效的一个运用 让需要急等重症 男症的这个病患 能够及时的得到最好的照顾 医疗分级制度已经正式上路 健保署期望民众 小病到住家附近诊所 不仅方便病患就近获得治疗 更能节省医疗资源 也让急重症病患 能在医院获得更好的治疗 凯沃新竹 陈若宜红 实习记者 孙颖婷 陈冠宇 采访报道